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惊悚恐怖电影《少女怪谈》 影片就看到有一只鬼站在正在打电话女人的边上 班上的几个同学在地铁上说出了男主可以看到鬼的故事 女鬼就注意到了男主,之后就跟着男主回家了 男主在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女鬼盘坐在他的脖子上 电影随着男主帮助女鬼找尸体展开 然后男主就给自己的叔叔打电话 说没过一会儿上课了,老师认真地在黑板上写字 这个时候男主忽然看到有一个鬼突然出现在玻璃上 拍了一个写手印,可是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 回到家之后男主把今天的遭遇告诉了叔叔 叔叔说,以后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也要当做没看到 如果有鲜红色的血,说明鬼的怨气越强 第二天男主在外面画画 这个时候在公交车上坐着的时候看到的女鬼出现了 男主假装看不到,可是机智的女鬼却揭穿了她 这可最后他装作没看到才没事 第二天男主带着女鬼来看自己的小伙伴 原来因为小时候贪玩,小伙伴淹死了 而那一次之后男主就能看到鬼了 之后男主和女鬼玩得很开心 而男朋友就在教室里等着 此时鬼出现了,小伙子就领了盒饭 小拉去了厕所听见有人敲门,还以为是男朋友 出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 刚准备走就看到了戴面具的鬼 小拉赶紧跑回了教室,可她发现男朋友要死了 最后小拉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 警察开始调查小花明显有点慌 男主还在教室里要小夕的照片 后来男主才知道女鬼就是小夕 小夕正是被他们三个人害死的 小花这个时候给男主发消息 可是男主还没赶到 小王和小花就领了盒饭 男主赶过去后 小夕的父亲慢悠悠地从仓库里走出来 这个时候男主在仓库的柜子里 看到了死去的小夕 小夕的嘴上还戴着口罩 男主附身的老师 就在老师准备自然的时候 小夕准备阻止 却被面具打散了 男主的叔叔已经准备做法 最后小夕为了救同学们 就把桃木剑插进了自己的身体 后来拿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